大家好 今天在德語媒體裡發現了一篇經濟板塊中的 中國話題的報導 翻譯出來與大家分享 國際合作 首先是世貿主持 現在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中國的受害者在不斷增加 配圖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這裡是位於華盛頓的總部 是否會成為中國的下一個受害者 世界報想知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瓦 在其董事會前被質詢 據說他給了中國優惠待遇 但這也是關於西方是否仍然代表市場經濟的問題 或者說是否連這一點都不重要 在任何情況下北京肯定已經開香檳酒慶祝了 北京摧毀西方做一個價值共同體的項目 最近正在取得良好進展 特別是在經濟問題上 莫斯科對西方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幫助 普京的邪惡意志在那裡 但在經濟上莫斯科經過他20年的統治 已經搖搖欲墜 除了笨拙的打開和關閉天然氣法門 經濟上已經沒有多少東西了 但北京可以不這樣做 無論如何通過1945年後出現的 全球經濟機構網絡來遏制中國的善意嘗試 已經慘遭失敗 德國知事點評 浙江媒體還能更無恥嗎 遏制中國的善意嘗試 遏制某人是出於善意 也難怪中國俗話說打是輕罵是愛 是吧 他用個善意遏制 這媒體的語言真是 好我們繼續往下 第一個受害者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他曾經是卓越的多邊合作的成功案例 一致性和最惠國待遇原則 以及獨立仲裁 授權在違反條約的情況下進行制裁 在任何其他領域 國際社會都沒有像在國際貿易中那樣成功的執行規則 和保護弱者不受強者的任意支配 但世貿組織在2001年接納中國的加入 失算了 世貿組織沒有改變中國 但中國卻改變了世貿組織 隨著來自北京的共產黨人的加入 位於日內瓦的組織 帶來了越來越強大的國家和補貼經濟的擁護者 德國知識點評 不得不說 德國媒體的電倒黑白的功夫實在了得 中國加入西方制定規則的組織 原來西方希望好好吃中國這塊蛋糕 哪知道中國很聰明 反而吃了西方的蛋糕 燈塔國於是惱羞成怒 把世貿組織架空無法運轉 就是說燈塔國及其法走狗們 現在想改變規則 而這家德國媒體卻倒打一趴 說是中國的錯 什麼組織成了中國的受害者 這又惡心到我了 另外要說補貼經濟 大家都半斤八兩 比如歐盟最大的開支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對農產品的補貼 因此歐洲的農產品可以廉價清銷到 比如說非洲這樣的窮國搞垮人家農業 讓非洲對原宗主國形成依賴 對此我自己深有體會 比如我去過我去過非洲的一些國家 歐洲竟然像西非的塞內加爾出口 西紅柿洋蔥等農產品 像加納出口雞肉等等 把那些農業搞垮了 而燈塔國的補貼那就更離譜了 拜登上台推出了一系列基礎設施 包括芯片計劃 都是用印美元來補貼的 西方媒體只把眼光實時對準中國 找中國調的一點點 哪怕是頭皮屑而對自己拉的一堆屎而視而不見 這是最令惡心的雙標 好我們再繼續往下 同時市貿組織只是它以前的一個影子 這不僅是由於特朗普的不幸攻擊 重新締結世界貿易回合 自1947年以來已經有8個回合 逐步實現了世界貿易自由化 似乎不再是可以想像的了 下一個受害者可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 目前華盛頓正在進行一場權力鬥爭 表面上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 格奧爾基耶娃的鬥爭 在他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期間 據說這位保家利亞人 在商業環境報告營商環境的排名中 給予中國優厚待遇 以示對中國前章性的復從 幾十年來西方的工具 就在週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 一個有成員國代表參加的建讀委員會 會見了維爾默黑爾律師事務所的代表 該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了這些指控 接下來格奧爾基耶娃本人將接受審訊 幾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一直是西方的工具 與他們一起 美國人和歐洲人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 來對抗結構性貧困和嚴重的危機 並不總是如此 但大多是出於崇高的意圖 1989年在所謂華盛頓共識中 明確提出市場經濟理念 和原則的導向得以持續 是因為中國從一開始 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國家 沒有將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 進行政治轉化 現在西方面臨著一個長期以來 一直想逃避的選擇 一方面試圖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以複合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甚至以破壞這些組織的理想 並將其變成純粹的權力工具為代價 或者盡可能的將中國排除在外 即使這鼓勵北京單獨行動 比如新絲綢之路 與其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是否會保住工作的問題 不如說是他的問題 根據象徵意義的決定早已做出 世界銀行甚至不想嘗試修正 有影響力的營商環境報告中 不可否認的弱點 並確保其獨立製作不受操縱 相反投降乾脆中斷報告算了 北京肯定開香檳酒慶祝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讀者的評論 按時間先後 這是錢的問題傻瓜 權力總是經濟或軍事上的 道德永遠不會真正決定規則 它只是為真正的利益服務的 那麼合作這似乎根本不是作指的一個選項 德國歐盟幾乎是跪在地上祈求合作 並且已經先做了一些工作 但中國的答覆是見鬼去吧 合作 這樣我們更多的專利要么被抄襲 或更多的公司要么被買走 現在政治和媒體對中國煽動仇恨 司空見慣 這不是祈求合作的表現 德國總是談論多邊秩序 但卻總是向中國讓步 使自己陷入經濟依賴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德國總理默克的原因 與歐盟作為一個大法國 國家干預的官僚機構的願景相比 更重要和更有希望的是 與日本韓國等國家 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西方聯盟 以確保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 但人們無法擺脫這樣的疑問 歐盟的戰略家們 夢想著在歐亞大陸的西端 建立第二個中央帝國 以此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我以為日本韓國等是在遠東呢 這正是德國攻擊WTO的原因 同樣其他國際組織 甚至政府本身都澄清在對中國的友好中 其後果是破壞了我們的民主 唯一表現出對北京強硬的傑出政治家 只有可能就是特朗普 他認為世貿組織在處理中國問題上過於鬆懈 事實也是如此 格奧爾基耶瓦在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前任 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作為他最後的官方行為 他在阿根廷毀掉了540億美元 現在他在歐洲央行毀掉了數倍於此的金額 這是歐盟錯誤的認為政治決定政策 它是經濟或軍事力量 或者像美國一樣兩者都是 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但有一點無不完全同意 西方的價值共同體不是被中國摧毀 而是在摧毀自己 接下來一大段話不必翻譯了 因為與題目本身官僚很小 我認為在北京開香檳酒慶祝會更頻繁 這位讀者對報道中的這句話發表看法 北京摧毀作為價值共同體的西方的項目 最近正在取得良好進展 他說我以為我們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但這些工作的效率表明 有利的合作夥伴也參與了破壞 然後對這句話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世貿組織在2001年對中國的接納失算了 世貿組織沒有改變中國 但中國卻改變了世貿組織 他說不可能 我以為我們接受一切 接受所有人 然後我們的普世價值就會勝出 因為它是普世的 也就是說沒有其他選擇 跟中國有什麼問題 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問題 歸根接底重要的是經濟實力技術優勢 而不是任何關於性別認同 及自我陶醉的官僚們的誇誇其談 令人驚訝的是 目前一切都圍著中國轉 我們經濟的獨立性 在口罩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 當我們能夠自己生產口罩時 又從中國採購 我們不是一個進化經濟嗎 還沒有 但這可能很快會改變 當特朗普抨擊中國時 他被媒體討伐 但顯然它是對的 目前看看煤炭採購 歐洲沒有份 一切都在中國的手中 而默克支持中國的發展 中國人自己都笑得樂開來花 並爭取稱霸世界 而我們夢想的是 騎貨運自行車瘋了 這篇文章的意義何在 如果有人在破壞西方的價值觀 那麼必須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找罪魁禍首 沒有人強迫我們依賴中國 我們只能怪自己 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 只要把產能帶回歐盟和美國 讓人民準備好幾年困難的調整期 10年後我們會重新變得更加獨立 而俄羅斯和我們對它的制裁 對其經濟的影響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話題 向中國磕頭的人將會遭到慘痛的報復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扮演著不公平的角色 威脅著所有批評他的人 這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 中國的獨裁者憎恨自由和西方價值觀 他們用數以百萬計的攝像頭 監視他的人名 並將他的批評者判處勞動和投進再交易營 西方的民主國家和社會必須站在一起 反對中國 如果我們都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高額關稅 獨裁者習近平很快就會完蛋 我們將更快完蛋 我們將更快完蛋 你可以從目前的芯片危機中看到這一點 大多數工業芯片都來自台灣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完蛋呢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工具 用了攫取他們的利益 現在不靈了 我們怎麼惱怒都於事無補 我們在衰落 這位網友對報道中的這句話發表看法 美國人和歐洲人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 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 來對抗結構性貧困和嚴重的危機 他說奇怪的是在這點上 西方國家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不得不質疑 這是否是曾經的意圖 北京不需要這樣的破壞項目 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就 足以讓西方在地緣政治上也陷入失敗 與西方的思想家不同 昏庸的特朗普已經明白了這一點 因此沒有提出中國的邪惡政治意圖 而是公開試圖的遏制中國的經濟成就 這為他贏得了歐洲盟友的指責 說他在危害世界自由貿易 西方目前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力 其目的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中國被指責有邪惡的政治意圖 以變為經濟制裁提供理由 邪惡勢力在所有領域都在獲勝 西方國家已經沒有能力抵抗了 下一步將是對台灣的攻擊 沒有西方的有力抵抗 普京和習近平早已將權力的平衡 扭轉到對他們有利的方向 我們繼續忙於性別認同和性別正確 清楚的預示者中國會給我們帶來什麼 中國將在所有領域越來越多利用其利益 這些利益是為中國服務的 跟道德沒關係 中國還將制定新的工業標準 數據保護不重要 這是一場艱難的競爭 美國在其中為自己利益進行了定位 歐洲和德國在做什麼 我們忙於國內雞毛蒜皮的小事 全球化把我們甩在了後面 在今年的競選中 我沒有看到對歐盟和全球貿易 以及非洲戰略的願景 如果我們想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權 保護數據和道德 歐洲必須在全球範圍內 以一個聲音說話和行動 不允許各國自己在國內被中國一一滲透 德國和歐洲行刑吧 這將大規模的危及我們的繁榮 至少是我們孩子的繁榮 西方在自我毀滅 只是中國人在極大的加速了這一進程 這裡有一個我們公司的例子 由於徵收二氧化碳稅 從2022年起 歐盟生產的原材料將變得更加昂貴 漲幅超過20% 這一稅種不適用於中國的原材料 好讀者評論就那麼多 謝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eliminating 除了性理 Und governments 這麼一定的不好 dalla字幕作aż 我們下期節目的自由 最高的一個 ぜひ買來賞